Hello,大家好,今天想和大家分享一种快捷的种辣椒的办法 可以让你很快就吃到今年的新辣椒 看这个辣椒,你看已经长得很大了 这个就是去年我们剪汁过冬的那个辣椒 所以今年一开春,你看,马上它就参出这么多的枝子 很快就会开花结果了 对,那比今年刚买的辣椒要好多 对呀,这颗也是去年打枝的辣椒 你看都长得很旺了现在,你看枝叶茂盛的了 你看这颗小辣椒了吗 加在夹缝里边 其实这是去年冬天剪辣椒的时候剪下来的一个棍儿 然后我插在这个地方做个标记,我这里种了种 结果你看又冬天雨水充分,你看它也活了 你看也出了枝叶了 也就是说好像插枝也可以的 对,就是说比较好的那种辣椒 你剪一个枝子,插到地里 然后只要保证充分的损费 然后它也能够成活 长出来一个新的辣椒 对,也是可以插枝长的 对 你再看看咱们今年刚买的那个辣椒 是啊,刚买的辣椒相比较一下 那个辣椒都长了好几个月了 这个是今年买的 这个是一开春我就买的是4月份买的 4月,5月,6月 4月,5月,两个月 两个月长这么大 对,长得有一尺高 对,那个剪了枝过来的 哪个也比这个长得大 这个是,这个有一个月了 这个一个月的辣椒 就这样,这么小 所以说你的辣椒到冬天的时候 你最好不要把它拔掉 你就把它剪剪枝 剪剪枝以后第二年很大程度上会成活的 对,或者是你剪了枝以后把它连根挖起来 依到那个盆里边 怕冻死的话 对 它们都能成活 对 而且呢,就是说我们刚才说大家看的那个 剪下来的枝子插到地里也是可以成活的 对 所以说可能那个胃可能做方法 可能成活的更快 也更是一个捷径 对,我们以前还有一个视频 就是说有一颗小辣椒 那个三四年了 对 就每年冬天的时候都去给它剪剪枝 然后呢,它就第二年还继续开花结果 所以说,就是想给大家提供这个信息 就是说你有辣椒的话 最好就是说过冬的时候不要把它拔掉 你就把它剪一剪,然后让它过冬 冬天特别冷的话 可以移栽到花盆里或者是保护一下 这样的话到第二年开春的时候 你就可以很快地吃到这个 新辣椒 对,辣椒 就是说比每年都买新的栽来得快 对 嗯 而且因为你知道吃什么品种 吃什么口味 压椒 吃啊 你看这个 这种瘦小 很小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到YouTube搜索美国生活365 我们有上百个美国生活的视频和大家分享 请点击屏幕连结订阅转发点赞和收藏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